欢迎收看每逢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点30分的百革城报 我是瑞铭 今天三大语言的早报分别把焦点关注在 昨天国会下议院召开的紧急会议以及另一条国际新闻 那就是台湾一辆民航机迫降失败发生意外导致多人死伤 首先来看国内三大马来报章的头条 马来报每日新闻和阳光日报五月儿童用了同声相应的标题 表示昨天的国会紧急会议朝野政党国会议员暂时放下敌我分明的立场 一起同仇敌忾声讨和炮轰击落马航客机的凶手 是一群没有文化没有人性以及残暴的群体 誓言要为罹难者讨回公道 下来我们看今早三大英文报的头条 跟马来报章不一样的是英文报的头条变化比较大 例如太阳报用不可原谅和新海峡时报的举国愤怒 来报道国会紧急会议 谴责造成马航空难的凶手 除了马来报的阳光日报 其他五家报章的头条新闻照片 都选用了乌克兰政府移交客机罹难者遗体时所举办的庄严仪式 部分装有大马罹难者遗体的棺木 昨天晚上9点45分 已经运返荷兰的空军基地 至于今早的中文报章对国会紧急会议的报道 光明日报、南洋商报以及中国报同时强调朝野一条心 同仇敌忾严厉谴责客机灾难的行凶者 新周日报的头条报道指出这一次的国会会议 大马将首次援引拥有境外刑事效力的法律 包括刑事法典以及1984年罪行法令 将犯下罪行者神之以法 另外纳吉也对乌克兰清俄罗斯分离主义分子 没有尊重罪机现场是禁区 并且不遵守国际标准确保证据不被破坏仪式 表达愤怒和失望 下来是有关台湾罪机这一条国际新闻 除了马来报章的每日新闻和阳光日报 还有英文报的新海峡时报没有放在头版之外 其他报章都把它放在头版显著的位置 下来跟进台湾罪机新闻 台湾复兴航空昨天在澎湖罪机造成重大伤亡 台湾复兴航空最新发布的声明统计 空难造成48人罹难 伤者10人 另外据台湾媒体形容 碎机波及11户民宅 众多乘客遗体挂在民宅墙上 断手断脚夹在烧毁的飞机残骸里 有如人间炼狱 目前已经找到适试飞机的其中一个黑箱 台湾飞航安全调查委员会表示 会收集相关资料再得出调查结果 现在猜测事故原因还太早 另外刑事局也会派员协助 比对罹难者DNA身份工作 下来是以巴战争的相关新闻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团体 哈马斯组织互相展开攻击 已经16天了 死难人数已经达到678人 国际社会严重关切这一起事件 人权团体表示 以色列哈马斯互攻下的死难者 超过八成是平民 其中90多人是妇女 160多人是孩童 联合国组织也表示 目前的暴力局面不可接受 21号到22号的袈裟主郎 每一个小时就有一名孩童 无辜死去 另外针对各国航空公司 顾忌哈马斯的火箭炮威胁 纷纷停飞来往以色列的航班 哈马斯组织却表示 这是一大胜利 下来是这一则新闻 是比较轻松的新闻 欧洲每年有超过6000人 死于司机打瞌睡 导致的交通意外 西班牙生物力学研究所 发明一款智慧安全带 能在司机打瞌睡时发出警告 据报道这一系统 内常电子感应仪器 能探测司机的呼吸 以及心跳频率 并判断司机是否处于疲累状态 并发出警告声响 提醒司机驾驶时要打起精神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新闻敬请留守 百隔时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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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